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3的这个部分 我们的生物的分类系统 就讲到这个分类系统 那以前就很早以前 就是由亚利斯多德开始 亚利斯多德我每次讲 他是公元前的人物 很多东西是错的 也不能讲他错了 就是毕竟人家公元前技术不是很好 他是算是我们课本上科学课本经常提到的人 当然我们也recognize他的一个贡献 虽然很多东西是错 不过科学总是这样的 错我们就改 所以不能讲说他错 我们就不提他 不把他放在内 我们还是会放在内 毕竟生物也没有讲他是错 因为生物来讲我们越认识越多 我们就觉得好像放不进去你之前的分类方式 我们卑鄙 要把它再区分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亚利斯多德 其实你看他把分成植物跟动物 也的确是大部分的东西 我们平时可以见到的 也的确就是分成动物跟植物 那过后分的那些很多时候 是研究了血维菌过后 发现到很多奇奇怪怪的 然后才放不进去 那林奈也是 其实林奈也是支持这个二界 二界系统 他把会运动跟不会运动 会运动放在动物 不会运动放在植物 OK 所以过后 为什么这个分类法不行呢 为什么不行呢 首先我们因为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 显微镜 有了显微镜之后 我们又看到很多不同不同奇奇怪怪的 生物 像海绵 珊瑚虫 它是动物 但是它不活动 珊瑚是动物 珊瑚是动物 很多人以为珊瑚是植物 就固定在那里 其实没有 海绵 珊瑚 都是属于动物 但是不活动 然后呢 植物有一些又会油 像 像这个一枣 还记得 我们初一的时候 有介绍 一枣 颜枣 颜枣 我们没有学了 有颜虫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讲 为什么它会觉得是植物 因为它有月律体 一枣有月律体 它就讲它应该是植物了 那植物又会油 要变成了 它就跟我们的这个 二界的系统来讲了 我们把运动 不能不会运动 作为标准的话 死了 这个就好像有点冲突了 对吧 所以变成了我们越懂得一些 简单的生物 尤其是简单的 这些单细胞生物 非常特别 又会运动 又有这个叶虑体 就到最后呢 我们就觉得 哎呀不行了 这个这样子的方式 好像不太科学 所以最后呢 我们觉得不合理 我们觉得不合理 而且呢 细菌呢 我们又发现到有细菌 又有这个真菌 真菌是什么 真菌就是那个 蘑菇啊 蘑菇啊 这个这个 反正就蘑菇类了 蘑菇类放在植物 好像又不太合理 因为它 虽然不会动 但是它又没有叶虑体 又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然后严格来讲 它又没有根的 死不死 这个好像很奇怪 所以呢 它其实不太合理 又不能进行光合作用 又把它放在植物 所以呢 所以呢 过后呢 就随着这个 达尔文啊 达尔文 有提到 生物演化论 这个是 这个是 下一张 我们会 下两张 我们会再提到的 然后呢 就讲到说 我们现在的生物呢 都有 有亲缘性的 有关联的 然后呢 用这个 亲缘关系啊 来作为一个分类标准 在1866年呢 就有这个海克尔 海克尔呢 就提 提议 就说 用 三界 三界系统 除了动物植物以外 这个 这个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就觉得动物跟植物是 也的确是合理了 只是说我们觉得 match不进去动物跟植物界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拉出来 他就讲说 这个单细胞生物 很麻烦 就把所有单细胞生物呢 就从这个多细胞的动植物里面 抽出来 把它叫做原生生物界 像那个伊枣 放进去 像那个眼虫 放进去 像阿米巴变形虫 放进去 草铝虫放进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原生生物界 那就可以解决 暂时可以解决 那个时候还是把那个真菌放回 放回进去这个植物界了 那个时候 因为他还是多细胞 就放在那里 所以当然 他们还是讲 还不对啦 这个细菌跟真菌 你细菌放进去 好像也不太对 细菌放进去原生生物 好像不太对 真菌放在植物 好像也不太对 所以最后呢 这个1969年 1969年 由这个生物学家 也是生物学家 魏泰克 Vit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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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aker呢 他就提 提出了这个五届分类系统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课本呢 我们就以这个五届分类 作为标准 当然我印象中上网你可以找到啦 有现在好像又有提提议说把这个五届分类又不懂怎样的在在在拓展这样子啊 又在用其他的分类方式 but我们初中的课本啊 毕竟我们是初中而已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五届分类啊 然后呢我们要学一下的就是五届分类到底他分成了哪五届 首先第一个呢是原核生物界啊 原生生物界就是那个海克尔提出三届的时候呢 有的 所以再加到真菌界 因为 因为他们讲细菌跟真菌这个好像不太对路嘛 所以他其实就是加了这两个 细菌呢就放在原核生物 为什么他叫原核生物 此前我们再解释 真菌界啊 你讲真菌放在植物不太多 他就多了一届 植物界还有动物界 所以呢提出五届分类过后呢 是目前的最广泛的都得得得得一个分类啊 广泛应用而且也被承认了啊 这个这个分类系统 那五届有什么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五届分类呢 第一个呢是原核生物界 原核生物界来讲呢 它是由细菌还有其他原核生物 为什么他叫原核生物呢 主要呢是因为他没有成 因为 因为他的遗传物质 没有膜 包备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他生物啊 像动物啊 植物啊 什么其他生物来讲呢 他们的细胞 是有成型的细胞核 何谓成型的细胞核 这个细胞核是有一个核膜包住他的 所以原核生物里面呢 他的遗传物质呢 没有核膜宝贝 所以他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所以典型的那些细菌啊 什么细菌啊 蓝细菌啊 都是都在这一组 都在这一组 那这个就是 这个你可以自己看了 他是最原始的一类了 最最原始的 就是细菌呢 就是很早很早时候呢 就已经有了 那在我们的自然界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蓝细菌 他的DNA物质啊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他有一条条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就是你 你问说 哪里是细胞质 细胞质 好像就遍布整个里面嘛 细胞质 细胞膜在外面 他还有细胞壁 然后呢 他的细胞核呢 没有哦 然后他的这个DNA呢 散散的 散散的这样子 所以呢 变成了他的这个DNA啊 他的这个遗传物质 是没有核膜宝贝的 所以没有成型的细胞核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要 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把它放在原核生物界了 给那以致呢 蓝细菌呢 有两千多种啦 那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啦 OK 第二组呢 我们是原生生物界 这个是由海克尔的 海 海克尔 是读海克尔吗 我们是 啊 海克尔 海克尔的时候呢 就已经提出了 单细胞生物放在这一组 所以这一组呢 很杂的 很杂的 杂乱的 因为它种类很多 然后呢 有一些呢 像植物 啊 有细胞壁的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了 像什么呢 像一枣 啊 单细胞 呃 单细胞的这个枣类 所以这一组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呢 都是单细胞的 啊 有很多是单细胞的 可以食用的 昆布和 呃 昆布和这个紫菜 啊 也是这一组 这个我比较好奇 是它这里写的是 单细胞生物 但是它是用了大部分 所以昆布跟紫菜啊 如果没有去说是多细胞 所以我也不晓得 它是怎样分 它的分类标准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的模糊 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啦 原生生物界啊 是 还是有点乱 还是有点乱 尤其是那个藻类啊 我一上网 藻类原来哦 横跨三组 横跨三界 原核生物界 有藻类 原生生物界 大部分呢 藻类在原生生物界 还有少部分的在植物 乱不乱 乱的 乱死你 总之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五界分类呢 到最后我个人觉得 它还是会被 也不是说对推翻 可能就是 有更进阶的一个版本 来再修正它 因为毕竟这个原生生物界 你看 有些像植物 过后呢 又有一些像动物 像这个变形虫 像草铝虫 这些是会运动的 像动物 有一些又像植物 又像动物 因为它有 像这个眼虫啊 它有边毛 它又有叶绿体哦 是不是很奇怪哦 又可以运动 一枣其实也是 我个人觉得一枣 其实也像是两个都像 因为它其实一枣 也是有边毛的 也是有叶绿体的 只是说它们可能会 比较偏向于像植物 因为它是 草类 草类 OK 所以到最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个呢 这一组啊 奇奇怪怪的 就总之它又不像动物 又不像植物 又不像 又不像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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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懂怎样的在重整 我个人会是这么认为 不过呢 可能就要等一下 看一下有 有谁可以提出一些 呃 又容易 又容易 又不会这么复杂 因为如果你 你的这个借太多 其实也是对学生很辛苦 主要我们考虑到学生 啊 学生太复杂 不好读 这样子 像之前呢 他们有一个讲法呢 就是这个 呃 行星啊 呃 行星的时候 我们以前呢 我的年代呢 是读 呃 水晶 地火 木土 天海 明 呃 以前那个冥王星 在这个行星里面 过后呢 他们就讲说 呃 他们发现到比 冥王星更大的 小行星 在小行星 那一堆里面 找到比这个冥王星 更大的 过后就想要说 像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部归纳在行星里面 其中一个考量就讲 不行啦 这个行星太多之后 小学生很难记 很好笑的一个原因 所以结果他们就讲 我们放八个了 把他剔走 冥王星剔走 当然也是有他的原因 因为他 呃 不能 他的这个不是同一个平面 其余的全部在同一个平面 他是好像有点 呃 呃 打鞋 倾斜 过后他还有一段呢 是 是 cut到那个海王星里面一点 所以变成了 他没有 不是啊 他有一个时候呢 是比海王星来得更近 所以 所以为什么呢 他们直接把它剔掉 变成矮行星 啊 更加容易 啊 就考量到 小学生 这样子的话 会比较容易读 这个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原因 OK anyway 聊太远了 我们回来啊 说这个海带 还有紫菜啊 这几个都是 这一组的啦 变形虫 阿米巴 啊 这个眼虫 啊 这这几个 这几个呢 我们 呃 以前的生物啊 我们是有放在 放在这个 生物我们有读的 现在的话呢 就没有解释这么多了 但是它的结构跟 衣藻很像了 啊 它有这个眼点 这个其实是红色的眼点 然后呢 它也是有伸缩泡 啊 也是有液体 然后呢 有细胞核 然后有边毛 OK 啊 这个眼虫啊 呃 然后呢 因为 因为这个林奈 林奈分的时候啊 两分两届动物植物 然后呢 因为真菌呢 它因为固定的生活 然后呢 有细胞壁 所以一直呢 都放在这个植物界里面 放了好久啊 啊 呃 一直觉得 嗯 它应该是这个 呃 呃 植物了 过后呢 因为这个 过后 因为这个真菌啊 很 它不能 呃 它不能自己制造植物 因为它没有液体 所以它营养的方式啊 是呃 从其他的生物 吸收养分 大部分呢 是腐生 哎 腐生 腐生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附在生物的遗体 这个遗体呢 必须要腐烂 哎 死掉了之后腐烂 腐烂了之后呢 它才能够得到营养 这种我们叫腐生 千万不要把它跟寄生混淆 哦 寄生的话呢 是附在活的生物体 当然你讲说 老师这里呢 是 哎 有 也是有一些是在活的生物体 哎 不过它大部分是腐生 哎 真菌的话 大部分是腐生 少部分呢 是这个 呃 寄生 所以附在活的生物体 就叫寄生 附在这个生物的遗体呢 就叫腐生 OK 像什么啊 像 其实也不是每一个 呃 应该讲怎么呢 这个来佛四花 大家还记得啊 来佛四花 其实是以 寄生的方式 是是是寄生 然后很多蕨类啊 其实也是寄生 像鸟巢蕨是寄生的 然后附在活的生物体 为什么我会觉得附生 因为它有腐烂的臭味 我一直 很多人以为 来佛四花是腐生 其实它是寄生 嘿 所以这个啊 很多这种啊 细节啊 要寄啊 是生物很多这种特例的东西 so 真菌呢 除了蘑菇啊 木耳 这个好像是木耳 好像木耳啊 食用的菌呢 在我眼里没有看过的花 这个来佛四花 我也没有看过 只是出现在课本里面 听说很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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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太太就有去看过了 我太太因为她 她大学的时候是念生物的 然后她是有在森林里面 她专研究真菌类 就是蘑菇类啊 她很熟的 然后她一直讲 她蘑菇很多营养啊 一直叫我买买菇类 然后来吃这样子啊 ok 所以这个就是 她就有看过 她有在森林里面 做 做 internship还是什么的 反正她就是在森林里面 做 大学的时候 有在森林里面做过 ok 那 真菌除了这个木耳 食用菌 还有这个酵母菌 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 它是单细胞的 但是它是属于真菌 它是属于真菌 这样 它拿来做什么用呢 是拿来酿酒的 还有做面包 因为它在 无氧的环境下呢 它就会产生二氧化碳 还有把糖类转换成酒精 所以为什么酵母菌呢 有这个用途 酿酒 跟制造面包 那这个是单细胞的 还有很多多细胞的 像香菇木耳 食用菌 这些可以食用的啦 然后还有产生青霉素的这个 青霉菌啊 还记得 那个panicillin panicillin 从青霉素这一边 提炼而成的 ok 还有一些会造成我们有疾病的啊 像灰指甲 就是它的指甲 变成这样子灰灰的 然后我不懂 你们有没有中过 最好没有中过 这个灰指甲呢 很 很麻烦的啊 你不管怎样挂 挂不掉的 so 当然现在有药了 就你看到 你的指甲这样子啊 烂烂 灰灰这样子 啊 你要去找 去pharmacy就可以了 他们有尘药直接涂上去 啊 就这个是一种疾病癌的啦 然后真菌呢 有一些真菌有剧毒啦 像毒薰哦 颜色很鲜艳的 啊 然后 呃 真菌它的 在自然界中呢 跟细菌一样哦 它可以把那个 鱼体给分解掉 啊 过后呢 我们会有上到食物链的 它其实是叫做 分解者啊 分解者 所以蛮重要的哦 OK 分解者什么重要 我们持些哦 会在啊 食物链的那一章 我们会再解释 植物和动物 为什么不能归 归入原生 原生生物界 真菌界 还有这个 原核生物 首先我们讲 动物植物 为什么不能放在原核生物 因为它有成型的细胞核 肯定就不可以放在原核生物了 为什么它不放在原生生物呢 因为它不是多 呃 单细胞了 因为生 原生生物很多时候是单细胞的嘛 OK 再来 真菌界来讲呢 真菌界 植物有 植物有 有 有光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啊 哎 所以 没有理由放在真菌界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 因为原本我们是分成动物跟植物 而这几个是从动物植物那边抽出来的 现在它反而倒转来问 为什么动物跟植物没有办法放进去 很奇怪的一个 anyway so 当然你也可以倒转来看啊 为什么动物不能呢 植物 为什么不能 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真菌是不能的 真菌没有叶力体的 像植物是有的 就是这个差别 像动物来讲呢 也是一样 它有成型的细胞核了 然后它是多细胞的了 还有的就是 呃 跟真菌的差别来讲 真菌其实是有细胞弊的 啊 你看啊 它因为原本它有因 原本它就是因为有细胞弊 所以它一直放在植物界放了很久 因为具有细胞弊这个原因 放在植物界放了很久 所以呃 真菌界呢 一般上都会有 呃 细胞弊 所以动物 没有细胞弊就放不进来了 ok so植物 所以我们来看回植物了 植物是多细胞的 哎 一定是多细胞 真核生物 什么是真核 不是原核就是真核 就是有成型的细胞核 我们都叫真核生物 ok啊 所以除了原核生物以外 其他的都是真核的 那细胞外呢 是有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弊 当然真菌也是有啦 啊 真菌也是有 那它还有一个细胞里面呢 有很大的液泡 还有一定会有液体 啊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不是植物了 哎 植物一定要有液体 一定要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制造有机物 像动物来讲 跟植物的差别呢 就是 呃 动物呢 就没有细胞弊 也没有液体 啊 它是通过摄取 摄食来获取 有机物的 ok 那再来的 呃 这个是小档案了 就是他们的一个 呃 现在生物界的一个 另外一个 呃 另外一个科 另外一些科学家 有提出的 他们在界门钢目科署 总的七个层次呢 他想要在界那边 再多一个 在上面 叫玉 啊 多玉 那这个啊 他就称为三玉 三玉系统 啊 就是说他把 因为他讲细菌哦 细菌是原核 然后呢 其他是真核 啊 他就讲说 哎 真核好像又 friend friend在一起 哦 这样他就想要说 能不能够放成 呃 三玉 然后呢 细菌玉呢 就放在一组 给细菌 细菌玉 放一个 然后呢 细菌 哎 古细菌又放一个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为什么古细菌又放另外一个 啊 那一个 这很很神奇的一个东西 哎 啊 加菌进来 古细菌啊 为什么古细菌跟细菌又要分开呢 因为他发现到古细菌啊 真菌的话呢 就是其余的那四个 其余的那四戒就放在这个 啊 真菌这边 所以他把那个原核生物呢 抽出来放在细菌 还有呢 古细菌又多一个 多一域 为什么古细菌呢 呃 原因是因为古细菌跟一般的细菌呢 是有区别的 好 然后呢 是呃 啊 像像呃 提出几个了哦 古细菌呢 它是在呃 很早很早的地球上都已经生活到现在 所以它的那个呃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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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的能力呢 非常强 像有一些 它是很极端的 湿热菌 它可以到90度以上的 热水哦 它还不会死 像他们在哪里找到 在 黄 黄石 国家公园里面的 日泉 找到这个 湿热 古细菌 还有 湿酸 古细菌 就是说 它可以哦 pH值 小于1啊 它都还可以活的 啊 有 那 呃 其中有的 能 氧化 瘤 什么意思 能氧化瘤 啊 反正就是 他们在这个 呃 pH值 很低 很低哦 低过1的 这种 硫酸啊 啊 硫酸 呃 它都可以活 哦 它能够把那个 硫给氧化掉 然后呢 再 呃 将这个硫酸 作为代谢产物 排到体外 哦 非常强啊 啊 那 这个是这个 氏酸古细菌 在西班牙 的这个河 啊 因为它有 矿 矿渣 飞水 啊 所以是 成 酸性的 这个是 氏酸古细菌 啊 在这边 找到的 给所以为什么他们他们会要把古细菌呢给分出来因为特别吼特别厉害这样子我个人觉得啦这个会这样子来分成山芋啊这个应该是细菌的那个那种expert他才会把这样子来分我个人感觉哎我们大部分的生物在这一边呢然后你特别把细菌呢就分成了两个啊我觉得不太合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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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anyway就这个他们也还在呃在呃在呃虽然提出了然后呢有逐渐的被承认啊不过呢还是大部分呢还是呃遵循 哎大部分已经已经接受了这个系统但是有一些呢还是遵循五阶系统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古细菌又把它是分成山芋好像是为什么好像是一种细菌的expert然后把它再上多一层呢把它分出来 我不我不懂啊我毕竟我不是生物的专家这个还最后呢还是看这些生物专家的一些决定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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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